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栗子爷爷怎么突然说起我的相貌了 看你啊 皱起眉来都是那么一副慈祥的模样 难怪孩子们都那么喜欢你啊 说到长相啊 还真是很现实的事啊 从小我就因为长得不好 没什么朋友 真的吗 是啊 小时候啊 我还曾经因为长得不好和自卑 你这么说 我还真无法相信啊 我是靠着口说好话 朋友才多了起来 后来还有朋友说 我是个万人迷啊 我真有这样事啊 也许这就是向游新生啊 向游新生 年纪渐长 经过了人生的历练 常年心里头存了什么样的意念 会渐渐变成了什么样的长相 所以面向要慈悲 得从心发起慈悲心啊 是啊 哦 你心好 人好 修养又好 难怪你长得好 我得跟你多学学 栗子爷爷也是一样啊 你不觉得你越来越像小栗子那样年轻了吗 哦 真的吗 哦 人生的历练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怎么还关心好看不好看的问题呢 好不好看很重要的 您不是常说小栗子很帅吗 我是爹生的 爹又是您生的 您就一定很帅啊 对对对 有道理 爷爷你已经那么帅了 不用再写了 我要好好地修身养性 越来越得人爱呀 爹啊 你是怎么了 你过来 怎么突然说这些呀 你看看咱们三个像不像啊 咱们真的好像哦 咱们是一家人 当然像啊 可见得咱们一家都有好心 心存善念 原来爹说的是这个 小栗子 和善的相貌由心生出 爹在外头做生意 让大家看了喜欢 那么爹的生意自然就会好了 原来方丈常说 要心存好念 口说好话 影响这么大 阿福 你今天看起来真帅 谢谢 不客气 胖胖 今天突然好想听你唱歌哦 待会儿为咱们唱首歌吧 好啊好啊 只要你们想听 我随时愿意唱 阿新你来了 哇 你今天真美耶 看起来好可爱 真的吗 小栗子 小栗子 你就算要口说好话 也不能说谎啊 唐包 你是什么意思 你明明就胖胖的 嘿嘿嘿 我就是胖胖的 关你什么事 哼哼哼 阿新啊 怎么了 一大早就哭得这么伤心啊 小栗子一见到我就赞美我 说我看起来真美 好可爱 我听了好开心 小栗子 虽然我不是很相信小栗子说的话 可是她说的是好听话 听了还是很开心 那阿新怎么还哭得这么伤心呢 都是唐包了 她居然当着大家说小栗子说话 还说我明明就胖胖子 嘿嘿嘿 阿新觉得胖胖的是坏事吗 我不觉得胖是坏事 而且我也不特别胖啊 唐包为什么要这样说我 我觉得小栗子说的没错 你看起来是很可爱 你也觉得我可爱 不要生唐包的气了 我现在只要跟喜欢我的人做朋友 阿新 为什么我说的话跟摩羯路先生一样 你却不相信我 对耶 我也不知道 难道是因为我长得没有摩羯好看 所以你不相信我 口说好话 得从内心感受说起 可不是嘴巴说说而已哦 所以如果睁眼说瞎话是不好的 那该怎么说实话 哇 来 来 看到了 你应该可以踢中的 好变形哦 好变形哦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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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该我了 没关系 多练习几次 就会进步了 再来一次 嗯 加油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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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嵬很有权利哦 马上就进步了 唐嵬我棒 嘿嘿 哈哈 啥 阿华和唐嵬出去比赛 一定会得第一名的 太难了 太难了 我还不知道别穿有多厉害呢 還是不要太得意比较好 大爷 你怎么可以不捧自己人的场呢 方长说要口说好话 放心 我有信心 对 我也有信心 我会每天练习 直到比赛为止 小栗子 你这么会口说好话 今天怎么这么沉默啊 小栗子 可以把你的苦恼说出来吗 方丈 我对汤包参加错局比赛很担心 可是我不敢对他说实话 小栗子觉得自己心里的实话不好听 我总不能对汤包说 我觉得他不会赢吧 心中长存美好 常有一句好话很重要 小栗子很希望汤包赢吧 当然啊 可是他的技术 我不希望他拖累阿福 那你认为 学堂里还有谁跟阿福组合去比赛更好呢 对耶 学堂里除了汤包之外 没有人更适合了 那就是咯 我知道了 太棒了 我现在就去跟汤包说 他是最优秀的 汤包是最棒的 最优秀的 够了 够了 我知道了 哈哈哈 哈哈哈哈